271 澳門日報 北戴河會議言十三五規劃 2015年7月27日要問A04本報信 據《華夏時報》報導 預定7月底的北戴河會議決策曾將討論十三五規劃 長期向國家發改為提供決策建議的一位專家告訴記者 據了解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跟往年不一樣 會重點討論新的五年發展規劃 解決下一步如何走的問題 有專家推斷 關於十三五規劃的討論 將成為北戴河會議的主題 十三五期間是中國從大國轉為強國的關鍵 焦點就是一帶一路和創新驅動 中國 海南 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辭福林分析認為 未來五年 中國的經濟要完成中國內部跟外部 速度和質量 發展和生態等多種平衡關係 所以十三五的關鍵詞就是平衡 你的寬頻速度上不去 基於互聯網的其他消費也會受到影響 一位法改委系統的官員說 我國在很多領域都有潛在的需求 但我們的供給是不足的 所以 制定十三五規劃時會考慮解決這些問題 十三五規劃篇則以於去年四月正式啟動 當時選取了25個事關全局的重大課題 通過公開招標方式組織社會力量開展研究 涉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項改革任務 department案方式可以先放置石 bekommen